Hello 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美國紐約街頭 我們要來試吃紐約賣的台灣食物 好不好吃 那我們第一家要吃的餐廳呢 叫做八八六 根據他的老闆在Google Map上面的介紹 他們是一家專賣 Badass 台灣Niss Food的一家餐廳 裡面除了有賣牛肉麵之外 鹽酥雞甚至是客家小丑都有賣 但是 這些台灣料理的味道 在美國這些台灣料理的味道 跟我們在台灣吃到的味道 到底一不一樣 或是有什麼更具特色的地方 我們今天就來試試看看 好 我們現在立刻請問我們第一家的台灣料理餐廳 886 好的 我們現在已經到台灣餐廳886內部了 菜單非常的豐富 完全就是 你在台灣走進一個小吃店 你也會拿到這樣的菜單 那我們就點一個牛肉麵滷肉飯 鹽酥雞跟客家小炒 這樣怎麼樣 好 就這四個 Beef noodle soup and 然後 飽料 肉肉麵滷肉 肉麵滷肉 好 酥肉麵滷肉 好 我們剛剛又加點一個蘋果喜打和芭樂汁 芭樂芭樂汁 有芭樂芭樂汁 吃快炒店當然就是要喝芭樂汁 好香喔 Thank you Thank you 你送個包裝紙欸 好可愛喔 他這個是台灣 在美國賣的欸 他有英文欸 對 他是另外一個不同一種包裝的 對 跟台灣這道一樣 跟台灣的一樣 你被酒 什麼酒袋 我剛剛在這邊想說 怎麼屋頂一直有稀稀素素的心 然後我抬頭一看 是鴿子在上面走路 我們現在用這個 非常台式的這個盤子 來吃我們的蜂蜜鹽酥雞 台灣好像沒有蜂蜜這種口味對不對 我覺得這比台灣鹽酥雞好吃 對 這個太嫩了啦 這個如果要像台灣鹽酥雞的話 他會再弄得柴一點 他現在又不太像了 不夠大力 不夠大力喔 這個太嫩了 他的皮好脆喔 他的皮很脆但是是薄的 這個皮就是可以直接當雞皮吃耶 當零嘴吃 皮 裹著這個粉 我覺得味道都是台灣的味道 炸鍋的就成它 等一下這多少錢啊 13$ 這樣13塊 360塊台幣 那就美國物價就這樣 對啊 他好像一直有著口味 蜂蜜醬的部分 比較像韓式料理 對 有點像韓式炸雞 很可愛 很可愛 他蘿蔔飯很不怕乾喔 你如果喜歡吃吃蘿蔔飯 你愛死 超濕潤 怎麼樣 我覺得跟台灣一模一樣耶 真的啥的 真的 肥肉跟瘦肉都有 然後有一個很獨特的台灣味 我不知道是什麼調味料 但是你一次就知道 這是台灣的蘿蔔 然後它的配菜就是 香菜跟這個酸菜 他牛肉湯是那種 在台灣可能路邊牛肉麵壇 120塊的那種湯頭 它不是特別濃郁的 它是說淡淡的那種 但是牛肉香味 有被煮出來 有被熬出來 你看就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然後它很多那種辣油 去做它味道的基底 你知道那種在... 就是我家附近牛肉麵壇 湯就會有這個味道 對對對就是這個味道 這算是好喝的 算是好喝的 對對對對 不是太濃郁 但是整個香味是很主要的 對 我覺得這間很厲害 這間如果你在紐約 你要帶你的外國朋友 認識台灣食物的話 應該就是來這裡 對這間真的蠻厲害的 它的牛肉也是 很入味 牛肉非常入味 然後是非常嫩 這牛肩 這個綠色也跟台灣一樣 為什麼會有那個綠色啊 好像是 新鮮牛肉切片之後會有的 好 還一念的綠色 謝謝 謝謝 哇真的點好多 豆乾蠻好吃的 這個好像就沒有那種 立刻把你抽回台灣的感覺 但我覺得也是好吃的 你要吃這個 什麼菜 芹菜有 芹菜就台灣的味道 芹菜到底是可以有多少味道 它用這個代表非常道地 這個大家可以講 台灣可以懂 豆豉 豆豉對 好吃耶 很下飯 有些你可能會覺得太鹹 但是我覺得剛剛好 就是真的是熱炒店的味道 非常的下飯 我覺得這間的推薦指數 可以給到9顆星 我覺得還原程度就是 大概9.5分 我覺得以上 然後好深度我覺得 我覺得一定滿分 我找不到挑剔的點 不只道地 而且是好吃的 這間886 哇第一間會這麼厲害 後面怎麼辦 那我們接下來繼續看 下一間 有沒有辦法超越這間886 Let's go OK我們今天吃好了 第二間我們紐約的台灣餐廳 叫做Fan Fried Rice 然後它是一間 以炒飯聞名的餐廳 但是裡面賣的就是 非常道地的台灣料理 像是有各式各樣的炒飯 香腸炒飯 炸排骨炒飯 蝦仁炒飯 然後小菜 就我們今天點了 鹹酥雞 台灣香腸 還有我們的麻婆豆腐 都可以點得到 然後我們今天就特地叫外送 因為我們今天在一個 非常漂亮的一個住宿所裡面 我剛剛其實外送 整個那個袋子一打開 整個台灣的味道 就整個從那邊飄散出來 我先來吃吃看這一個 炸排骨炒飯 我們先來吃吃看這炸排骨炒飯 這是炸排骨 對炸排骨炒飯 對 炸排骨炒飯 對 我覺得它是 跟台灣有長得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裡面豬排巨厚 好好吃喔 哇 這個炒飯甚至還有那個蝦仁香 你們有吃到嗎 它完全就是台灣炒飯 而且它真的喜歡那種 泛偏硬的口感 它香的好香喔 你用到貴的油喔 它的蔥香很明顯 我覺得這炒飯是整個可以 也避免頂太風的蛋炒飯 我覺得有喔 我來吃吃看這個豬排 哇 豬排非常的厚耶 但非常的嚼勁 很棒 我開始想台灣了 麻婆豆腐 好對不起 我喜歡這個花椒味 但其實台灣的麻婆豆腐 沒有很多有花椒的味道 哇 豆腐也很香耶 我覺得它每一道 哇 怎樣 我很開心 很好吃耶 這兩道也都是很好吃的 台灣食物真是第一名 很好吃耶 真的超好吃 真的超好吃的 我會覺得說它的蛋會不會有點太少 可是它很好吃耶 不要再挑它毛病了 它很好吃 接下來吃我們的 鹽酥雞 喔 它有九層奶 鹽酥雞 我覺得比邵逸煎得更像台灣的鹽酥雞 果皮 果皮 幹嘛啊 果皮的皮比較好吃 鹽酥雞耶 你怎麼可以吃這個白魚 因為你太誇張了 我已經被你嚇到了 我都要哭了 而且它皮很酥耶 台灣鹽酥雞有時候皮不會這麼酥 而且它還是外送過來的 很 它值得一個掌聲好不好 我不介紹你們那麼冷靜的對它 我要氣死了 那對不起 那我再一遍 再碰它 好 再碰它 夠了可以了 這間跟上一間的鹹酥雞比 上一間鹹酥雞比較 就有點像是韓式炸雞的感覺 就裡面肉非常的軟嫩 然後皮也有脆 然後有那個醬汁 但是今天它的光外觀上看 它就是跟台灣野豬雞長的天模一樣 然後皮非常的酥脆 然後裡面就是沒有到像雞腿肉那麼軟嫩 但是的確就是像台灣野豬雞的口感 就是好吃的雞胸肉 接下來我也是 Durray Ray已經把一整條吃掉的香腸了 哇 怎麼那雞汁欸 它的油脂非常的夠 對 很厲害欸 就是那種你會去逛夜市的時候吃到的香腸 但是好吃的 真的假的 所以我也要吃香腸 真的好台灣的香腸喔 但吃起來也不是像杜杜好香腸那種口感 感覺是它真的是自己做的 它有在紹興酒欸 有那個酒味 一等級來說的話我覺得這個比較像那種黑毛豬肉 它就是手工的香腸 吃這個出來它是手工的香腸 不想吃紹興酒 對對對 我想說在這裡 大家都要吃到一點新的東西是不是 我今天突然覺得很好吃 而且它外皮還 外面那一層還脆脆的 脆脆的 對 這真的是外脆內軟 我覺得我人家衝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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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人家衝過來了 今天也好厲害喔 我在講一次要訂你 Fried Rice 在Brooklyn 他一定要來吃吃看 這樣害我很後悔要訂佛耶 我剛剛一句已經說 我要開台灣料理了 然後我就說我要訂台灣料理了 然後他就說 那我再訂一個越南和芬好了 你是看不起台灣料理嗎 我沒有 你覺得越南和芬會比他配的 因為那時候你們都還在拍影片 我真的要餓死了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在紐約四號的 第二間台灣餐廳 也是非常厲害 直接給到十分的滿分 怎麼辦 我覺得接下來只能走下 我覺得這個值得十分 如果接下來再遇到更扯的 我會很驚訝 我覺得我們接下來應該不會再繼續往上走 因為我們接下來要吃的是 全球最大的 中餐連鎖快餐店 Panda Express 那很爛啊 對啊 我已經知道結果了 爛 好的 我們的下一間餐廳來試試的 就是我們的 Panda Express 它是美國非常大的一個 最大的中式連鎖的餐廳 但是啊 老闆小時候是在台灣長大的 雖然可能跟我們在台灣吃到的 味道不一樣 但是我們還是很好奇 就是在美國的中式料理 吃起來味道跟台灣吃到的那些料理 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蠻像在台灣那種 自助餐店拿出來的 就長這樣子 對不對 因為它的確 剛剛點餐那邊就是 就像台灣自助餐一樣 你先挑一個主菜 然後再挑配菜 這樣就直接幫你夾進來 那吃飯可以好了 公毛雞丁 酸的公毛雞丁喔 對 偏酸 嗯 哇 這腳很多醋喔 其實公毛雞丁的口感不錯 就雞肉都很嫩 皮也是 沒有到很脆 但是也是有嚼勁 那就真的太酸了吧 炒飯不行 大家來這邊不要點炒飯 炒的冰難吃耶 就飯很乾 然後沒有味道 也沒有蛋香味 然後配料就是 藍色豆 那我覺得主食不行 但豆腐跟公毛今天還可以接受 接下來吃到招牌 招牌叫 我覺得配菜都不錯 雞肉也是蠻嫩 雞肉都好吃 真的很嫩 真的很嫩 雖然嫩 但不會覺得鬆散 還是蠻扎實的 所以它肌肉處理的蠻好 接下來這個 在台灣從來沒有看過的 4CQQ 你前往人要的路 會很積居 但是會很滿足 這是一個 心靈雞湯的荔枝小魚 這是他們自己衝動出來對不對 那就是中國 中國也有這個 多片複製 那不是吧 不是中國人嗎 好像覺得是美國自己創出來的 自己創 剛剛就餅乾幫我吃了 奶香味很重 1 2 3 7分 我覺得配菜不錯 可以點配菜就好 你就帶1分回去這樣 我覺得它青菜也不太行 高度菜它就整個不太 它就是覺得它沒有味道 可是美國人就喜歡這種很紮實的口感 OK 上次就是我們在紐約試吃各大台灣餐廳的過程 其實我最後還有在紐約吃一間也是 在紐約非常有名的台灣餐廳 叫做Winson迎城餐館 但是店內的聲音實在太好 裡面真的太大聲 然後這個 我覺得老闆是有刻意設計一個 充滿回聲 然後又陰暗的一個空間 用聲音跟畫面來阻止一些 鹹雜的路邊的網紅進去拍片 但是那邊的食物是非常特別的 因為它甚至還有拿到米其林餐盤的推薦 我們當天點了蚵仔煎 大雞堡 滷肉飯 甚至還有台灣啤酒 因為這間餐廳本身就是主打台灣料理融合美式風格 所以吃起來味道會跟台灣不太一樣 它的蚵仔煎吃起來很像大阪燒 它裡面的粉漿比較沒有像台灣的蚵仔煎那樣 會可能加很多太白的粉 比較黏稠 它吃起來是比較清爽的粉漿 然後另外還在上面撒上了切絲的青蔥 淋上海山醬跟一些旁邊點綴的青醬 整個擺盤看起來就是一個法式餐點 然後大雞堡的部分就是 漢堡的部分是菠蘿堡 然後裡面就是放入一個 吃起來非常像台灣鹽酥雞的一片雞排 然後裡面的青菜放的是綠葉蔬菜 就不像美國的漢堡 然後再加上黏稠的豆腐乳醬 整體吃起來就是一個 新型態的一個台灣漢堡 我在台灣也沒有吃過這樣的組合 滷肉飯的部分 我覺得講出來 這個餐廳老闆會直接給我一個Dislike 然後吃起來很像 統一肉燥麵的調味粉包 我沒有說他吃用統一肉燥麵的調味粉包 可是那邊也沒有不好吃 我只是 講出這個點 讓你們可以很快的可以想像到它的味道是怎樣 就是統一肉燥麵的味道 滷肉的部分比較乾 比較少肥肉的部分 可能因為 美國人比較少吃肥肉 然後飯的旁邊 我配上一個看起來非常高級 很像巨鹹的一個 醬油糖心蛋 我覺得他整體吃起來就像一個 他從小就到美國留學 但是他已經有點不太記得 中文怎麼講的一個滷肉飯 如果你是想要吃到 記憶當中的那個台灣家香味 就是你想要邊吃台灣料理邊 現在回憶裡面 然後在餐廳裡面哭的話 迎成餐碗可能不太適合你 因為當天整個店裡面客滿 然後也只有我跟我朋友兩位亞洲人 但是如果你想要嘗試 如果你想要知道 台灣料理可以怎麼跟美食風格融合 然後走出什麼樣創新的組合的話 迎成餐碗就非常適合你 OK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這是我第一次在外面拍美食類型影片 可能在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那以上就是我們在美國吃台灣料理的影片 希望大家會期待 如果你想要這個影片不要忘了訂閱 喜歡要跟你的頻道 然後把這個影片分享給你所有 在美國想吃台灣料理的朋友 大家不知道要分享給誰 好難的指令 OK 大家掰掰